现在是痰癌色变的年代 尤其是面对肺癌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 我们要正确面对新世纪的洪水猛兽般的疾病肺癌 为什么这么讲 把肺癌形容成洪水猛兽呢 就是肺癌的发病率死亡率 现在已经在我们国家是第一位 在所有的肿瘤里面 肺癌是发病率第一位的 那么我们国家每年都有将近一百万的新发肺癌病例出现 那么因此了 这个肺癌确实非常严重 而且根据数据的统计学的测算 按照目前的这个发展速度到五年后 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肺癌发生在我们国家 每年大概有一百五十万人的新发病例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 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来避免肺癌的发生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那么肺癌的发生是内阴和外阴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阴就是说可能这个本底不好 你的肺本身就不太好 比如说以前得过肺病 老曼滋肺气肿 哮喘 或者以前就得过成就得过肺炎 得过肺结核 这些本来就肺不好的 那么这叫内阴 或者是有家族史 家里面 亲戚里面有人得过肺癌的 那么可能在遗传背景上 不是遗传病 在遗传背景上 有一定的风险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外阴 就是比如说本底就不好了 肺抵抗力就不好 然后又要抽烟 然后从事特殊的行业 比如说空气特别差的地方 有人在接触 每天在接触一些什么油漆味道 什么各种有污染的空气 特殊的工作环境 而又没重视防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特别容易肺肿肿瘤 还有就是这个空气 室内空气 很多人买了新房子装修了以后 没有亮 一定要亮够一定的时间 经过检测都好了以后 空气好了以后再入住 还有厨房的油烟 做饭 中国人喜欢煎炸 所以厨房里面的这种烟味特别大 所以了这些都是 引起肺癌高发的原因 我们生活当中的要尽量避免 那么如何预防呢 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我们每天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好的心理状态就是免疫力的最重要的基础 然后保持充分的营养 也是免疫力的最基本的保障 肉蛋奶 新鲜的蔬菜水果 每天都要吃够 然后要做适量的运动 要有足够量的运动 促进血液循环 这样的免疫力才能提高 这样才能远离肺癌 就像这样的一样了 然后我们每天都要吃 这种肺炸 我们的肺炸 这个肺炸 那种肺炸 我们的肺炸 我们的肺炸 我们的肺炸